大家好,我是Angela 這次看標題大家也知道這次是一個教學的分享 這次應該是第一次用這個角色和大家分享 另外,看我就是我轉了新的髮色 這次是粉紅色和藍色 大家最喜歡我自己也挺滿意這個髮色 這次其實就是教大家如何把IG的carousel看下去 是更加有趣的 如果大家有follow我的話 應該會經常看到我會有這類的排版出現 其實很多人都問我Angela可不可以拍個教學給大家看 剛好昨天就是我弟弟和我男朋友的生日 所以我們就拍了一些照片 而我們覺得RB的照片都可以做一個carousel的排版 去post上IG 所以我今天都會去做一個排版的 所以就可以順便拍一個教學就教大家了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首先我要跟大家說 你要做這個排版 首先你要有Adobe Illustrator的軟件 我不是用任何APP去做這個排版 如果你想試一下軟件的話 其實你去他們的網站可以下載試用版的 那你也可以自己玩 如果你喜歡的話你才去買 那我們來了 那我們現在就按File New 那我們是需要開一個Document的 所以我們就選 先改名字 就是Birthday Dinner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話 其實IG打直的Ratio是4比5 但是Inches這裡其實我會選擇8 然後10 那你記得這裡選擇Inches 那這裡的icon是打直是對的 那Art Boy我們就先選1 那就可以CREATE 那大家要幻想一下 那其實這個呢 就是你一個post 即是一張照片的位 我給大家看了 OK 用一個顏色 對了 那你要幻想一下 當你scroll的時候 因為照片是連起來的 所以它變相呢 就是一張很長的照片 那你第二格 是這張 第三格 是這張 第四格 是這張 第五格 是這張 這樣它一次過連起來 就會造成一個好像一幅畫 很長很長的畫 那當你scroll的時候 它們就好像連起來 這樣 那首先要怎樣呢 就是按這個 叫做Artboard的icon 在左邊這個bar 那我們就copy了 我們要怎樣copy呢 我們可以按這個icon 對 這樣 然後我們把它移在一起 再按 再移在一起 再按 再移在一起 再按 再移在一起 那就看你整個版面 是想多長 那之後OK 我們就可以按這個icon 首先呢 我們就可以 考慮一下背景 其實大家做的時候 不用說 一個artboard 兩個artboard 三個artboard 這樣逐個逐個做的 其實你可以一次過 就是做完 你當這個 是一個很長的畫 這樣 你只要放些東西下去 當你去export一些照片的時候 其實它就會一張 第三張的export照片 會自己去crop 所以大家是不需要擔心這個問題 現在你看到我的粉紅色背景 但其實我已經有一個深水的顏色 那我就直接放上去 那什麼顏色都無所謂 那我今次這個顏色 我就決定做一個漸變的顏色 那漸變的要怎樣做呢 其實就是 首先你就把artboard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按這個gradient tool 按下去 然後呢 然後呢 你就選一下白色也可以的 那它可以任由你 就是 做你的gradient 那如果你想加顏色 你看到這裡輕輕 拍一下 你看到會有一個加好的 那它就可以加上去顏色 那就可以隨便加上去 那就可以隨便加上去 藍色 那這樣 這個顏色很奇怪 哈哈 那就隨你自己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顏色 可以直接拿走它 向下拖拖它就沒有了 好了 那我們要怎樣去 放些照片進去呢 首先就按File 按Place 接著之後呢 你看到這個已經有Folder 就是已經是有了照片 那我們一次過 highlight 所有照片 那我們呢 就Place 那你會看到有一個 icon仔 就是 告訴你 你現在是 import什麼照片 那我們其實一次過按了 就可以了 好 那你看到呢 那相片的size都很大 那我們呢 就 highlight 所有的照片 就是我們按Shift 就把照片呢 拖開它 對了 那你見到呢 現在呢 就會有幾張照片 先放大這些 對了 那你見到呢 現在就會有些照片 在這裡 那你可以 拔出來看 那之後你就可以開始自己玩了 其實沒有所謂的 你喜歡怎樣做 排版都可以的 其實我自己呢 多數是比較隨便 我呢 通常就會想第一張的照片 我會想是什麼 例如我第一張 我想是這一張 那我就會 放在第一個art board 對 那之後呢 我可能想是 Family這張照片 做第二個art board 那我們就會 排上去吧 那重點呢 其實怎麼可以 令到照片更加興趣呢 就是 記得要重疊 那些照片 那就會令到他們呢 第一張看下去的時候 那些人會知道 啊 原來下一張是 有重疊的 那千萬不要分開它 因為很不興趣 那就記住 少少重疊 最後呢 就是小朋友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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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照片 那盡量呢 記住 那些人不要被人 就是你不要這樣 那不然呢 那這裡就會 割開他們兩個 那所以呢 大家就要遷就著 那現在呢 就搞定了那些照片的排版了 就是大概這樣 那大家看到呢 那這裡呢 這三張照片呢 好似電話齊 沒有那個前後感覺 那所以我們呢 要怎樣做呢 我們可以 按這一張照片 然後在搜尋 那裡打呢 Shadow 然後呢 就去Drop Shadow 這裡 按它 那呢 我們先按了Preview 因為我要看到 那個Shadow的效果是怎樣 那現在是很少 大家可能看不到 我們呢 我們呢 我已經有一個心目中 的一個掃的了 那大家可以 按我這個掃的 好 那我們先試一下 我覺得這個不適合 好 好 對了 那我放大一點給大家看 看到呢 那張照片呢 這裡會有少少 Shadow的 這個位置 只是右下角這個位置 這個L這個位置 有Shadow 那看下去呢 那個感覺呢 沒有那麼平面 那之後那些照片 我們也可以 加上Shadow 那我們現在就容易 因為剛剛它加過一次之後 其實它會記錄了的 那你就可以去Effect 按Apply Drop Shadow 對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裡 都加上Shadow 然後 之後 其他都是 一起 加上Shadow 然後 我們就可以去打字了 那我平時很喜歡打字 因為我覺得畫面好像豐富 而且沒有那麼悶 所以我們就可以按這個 Text的 按鈕 按鈕 按鈕之後 我們可以在一個空位 先按 那你會看到它會有一個 Lure Ipsum Template的字 那我們怎樣可以放大這個字呢 其實我們可以簡單點按這個字 然後按Shift 然後按按鈕 那我就可以放大這些字 其實我平時都會拉大一點點 小些字 第一個 我想打 Happy Birthday 現在這個字體是很不靈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轉字體 我們按這個字 你看到上面的條紙拉下來 有很多字體可以選擇 這些字體大家可以上網下載 我平時最喜歡用的是鳥草字 我用開的就是這個 大家記住名字 現在這個字好像手寫字 很漂亮 你看到這個背景和這個黑色字是完全相配的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可以按這個字 然後你看到這個有一個icon box 就按白色 轉字 轉藍色 也是啦 如果剛剛想拉小的字也可以的 也是按下Shift 我們可以放在空位 因為時間關係 免得大家看我在這裡放字 所以現在的字已經放好了 但是我總是覺得差一點 那為什麼可以令照片更豐富 網絡沒有那麼空呢 首先我會按這個畫筆的icon 就畫兩筆 好像編著一張照片 畫得不太漂亮 對 你看到現在畫筆的顏色是做了綠色便便 我們可以按剛剛畫的兩條東西 然後我們按白色 對 白色 對 你看到現在的線是超級粗的 其實我們可以改變這兩條線的Style 首先我們先打開這兩條線 然後呢 就是Open Brush Library 我們是Artistic 我們是Chark Choco Pencil 這個Category 我平時就用開這個Category 我們按了 這裡大家會看到很多不同類的Style的筆竹 你可以隨便轉它 這裡會有一點點像我們這個手写方式的衣服 我們就隨意選這個 這個也可以 這個可以 但你看到這些字是比較幼細一點的 當然我們也可以轉 這個尺寸 我們可以選比較幼細一點 0.5我覺得已經可以了 對 然後呢 我們也可以繼續畫 周圍 沒有所謂的 隨意畫 我這裡想畫深深 我也是畫深蹲 然後呢 這裡又可以加深畫 現在呢 我就覺得這個蛋糕好像不夠飽 我就想他們這張照片呢 好遠的這張照片 這個蛋糕 比較飽 因為用相機拍 所以敷了他們的時候 那個蛋糕就敷不了了 所以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都是可以用畫筆的 那我們不用打開這張照片的 就這樣按摩畫筆 那我們呢 就在上面呢 畫 勾畫 一些 element 出來 我覺得呢 可以 隨心一點點的 不是太 precise 的 大約畫出來就可以了 我覺得 好 好 接著呢 因為時間關係呢 我就搞定了我的小辣牌了 那你現在看到呢 那個蛋糕呢 好像很立體 很飽 那其實有很多元素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玩 過頭 加一片 那我好像有些 像釘魚的照片 那樣的感覺 不大家明白 那我們搞定了照片之後呢 我們就教大家 怎樣輸出照片 那首先我們就去 File Export 然後呢 就按Export as 按下去吧 我們選擇你要擺的那些圖片 我就放在剛剛我印刷的那些圖片 那我們呢 這裡呢 就選了JPG 我們不用選PNG 那就是重點呢 記住按Use artboards這個按鈕 對了 記住記住記住 然後按All 那就可以Ready export的了 那我們按Export 我們可以選擇300 應該都可以了 不會太小 不會太大 剛剛好 然後呢 就按 OK Export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 剛剛我們save了那個Folder 然後呢 我就可以看照片了 OK 這些照片全部都是清廢的 然後把手機設定到然後就教大家我們在Instagram上うんsta 那這裡呢 那我們 Organization 已經印在電話中 我們就選擇第一張的耳朵 現在這一張大家可以看到的 然後按左下這個按鈕 它就會給你看整張照片 然後就可以按右邊這個按鈕 可以看到下面是1 然後按2 3 4 5 順序我們剛剛排版的順序 然後按Next 你看到現在已經是一張張放在這裡 現在按Next 如果想看得清楚一點 來鋪上照片打完Caption之後 在這個位置可以再看 你看到它搜尋的時候 因為Instagram不會有一條條線 隔著每一張照片 所以它很滑 好像在看一幅很長的畫 這樣 那我們就完成整個程序 整個教學很容易 所以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教學 也都明白我在說什麼 因為其實我平時自己做 我覺得很容易 但是教大家做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難 可能有些位置 不是解釋得很清楚 但也希望大家可以做到 一張漂亮的carousel 分享在社交媒體上 如果大家成功用了這個方法 做一個carousel 記得按下我給我看 我會馬上Like你的照片和Share 所以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